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Nits Radio 陈伟直播的观点会客室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谢谢您又来到观点会客室 我是陈伟 今天在会客室里面我们请到的来宾 其实是大家的老朋友了 他是台大国发所的教授 同时是台大社科院风险社会与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 周桂田周教授 周老师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老师您长期其实都很关心台湾的水的问题 不过台湾社会 其实我今天在讨论这个题目的时候 心里面也真的很挣扎 因为真的是台湾社会呢 常年来其实享受到很干净 便利直接到家 重点是很低廉的自来水 已经很多年已经很习以为常了 可是你觉得水对于人类生活为什么重要 如果我们从就是数据、自然科学或趋势 您可能会从哪一方面来谈水对人类生活的重要程度 我先从直观的感觉来看 我大概十年前看CNN的这个类似国际的环境团体在讲说 那个Clean Water 在很多国家有问题 那时候我就说 我怎么会水有问题 后来我在也是接近这十年开始关心气候变迁的问题 才知道是说原来我们台湾水是真的大的问题 就回到自然科学的角度就是说 台湾其实是在声音现象的缓解里边 所以如果各位记得的话 我们2001年台北市缺水过 缺水过 那就说因为在声音现象的这个洋流里边 这个冬季过度高温 就像去年2015年一直缺水 类似的现象一样 就是那个洋流没有回到亚洲这边 所以就会产生干旱 那台湾本身就是会有干旱的 是属于会有干旱的国家 那因为我们长期的水 其实也不只是水 我们长期能源价格 包括电 水电或瓦斯的价格都是相对便宜的 所以就是大家都比较不觉得 这是一个珍贵的自然之源 这是人性难免 不过如果说是 您站在就是风险管理这样的角度 您看 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有一个永续 而且强健的社会的发展 在学研界认为水的政策应该是怎么样 我们是这样看 就是说如果用风险管理 当然就是一个专家治理的时代 那因为我们现在常常谈 因为我们是风险社会政策研究 我们谈的是治理 所以我们谈的是风险治理 那风险治理包含是说 国家的对水资源或对能源 对电的管理 那也包含公民参与 就是说民众有没有来参与 水资源开拓或节能的问题 听起来这一块是管理跟治理最大的差别吗 就是公民参与 是 因为一般来讲 我们讲说风险管理 通常会比较是专家管理 那风险治理通常就是说民众会参与 那我们现在来看是说 其实就是像我刚刚的直观 就是说我们十年前我不觉得 水是重要的问题 那20001的时候干旱的时候 我才默然发觉说 的确水是台湾未来很重要的问题 那从这一连串的问题来看 就是说刚刚主持人来问是说 那怎么样看待水 台湾水的永续 那台湾水的永续 其实在时报基金会 余范英女士 他们其实已经做了十几年的呼吁了 也做了十几年的座谈 但是其中一个很结构性的问题 就是我们政府怎么样配置水资源 那这个在国际跟在国内 都是重要的议题 配置水资源 这个具体来说是什么 有没有几个例子 能够让我们理解 我举一个例子 在全世界普遍的统计里边 农田用水大概占一个国家的10% 百分之才一成吗 百分之七十 对不起 百分之七十对 那工业用水大概都是占百分之十左右 在全世界包括工业国家 或是稍微比较偏向农业国家 大概农业用水会稍微高一点 那我们台湾大概也落在这个区域 是是 所以我们有第一个概念 就是会觉得是说 我们的工业用水其实是少的 对啊才一成 对然后农业用水是 极高的 极高的 但是这里边如果你从 换一个角度 第二个角度就是说 因为水基本上是人日常生活所需 包括民生 包括农业 那所以在农业的部分 尤其它有含氧 含氧的功能 譬如说它是河川 河流自然资源 它有对整个气候调节 譬如说我们的稻米 虽然用了很多水 但它有含氧地下水 跟整个调节温度的功能 所以通常 如果你要用精算去说 农业用水占了这么高的成分 当然这个是可以在检讨 是说台湾的农业 是不是还要有一些 像以色列的捐低的 这个技术 在用水 那工业用水 刚刚我们讲是说 百分之十 听起来好像很少 对啊一成 很少 但是这个是 比名声还少 但是这个是统计数字上的迷识 真正的台湾 其实台湾的工业用水 其实是非常耗水的 OK 所以我们就讲到 往下推到第三个 很简单的观点 就是这跟整个台湾长期的产业 跟政府的水资源分配 产生了一些很大的结构性问题 这个结构性问题 从过去到现在 一直都没有认真的改革 所以就会出现到 当然各位可以看到前几年 有国光石化的案件 有中科世纪的案件 这个都在抢水 都出现抢水 农民跟工业用水抢水的问题 那所以这个就是说 一个实在面 在这个角度上就是说 如果主持人刚刚问说 台湾的水要永续的话 那我们就要来看 参考国外的案例 水是怎么永续 工业的用水是怎么样的 做国家支援的调配 甚至怎么样去发展新的水 新的水的水源 怎么样去开源 怎么样去结立 我想这几个面向都要顾虑到 我们刚刚讲到一个关键 是谈到说 这个占一成 总比例里面一成的工业用水 其实它有一个数据的迷思在里面 因为乍听一成是很少的 可是现在我们在面对 这一个一成的工业用水 特别在老师您的研究里面 您认为它的问题是出在 不该占一成 比一成更小吗 还是费用的问题呢 我们简单来讲就是说 我们再回到刚刚那个全球的数据 就是说70%的农业用水 基本上应该是合理的 全世界都认为这应该是合理 因为一个国家的 这个气候调节永续啊 还有农业啊 了解 因为没有农业 你有工业 你是没办法吃饭的 所以这个是大家认为合理 那世界各国在10%的水源头的 这个所出来的水 最后10%这怎么调配 是我们刚刚讲的重点 好那我们就按照刚刚的 逻辑顺顺 顺顺 一个是节水 一个是开源 就节流开源 那我们先讲节流的部分 所以我们国内长期的 这个工业用户 就是我们的产业结构 我们长期是比较偏重耗水 跟耗能的这种制造业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说半导体业 石化业跟钢铁业 耗水是非常高的 有没有办法做改革 当然有 当然有 那所以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在 我们的产业结构上面 能够去驱动这些产业 去做节水措施 甚至改变制程的措施 甚至发展这个更高 附加价值的产品 不需要耗这么多的能源跟水 我们通常店也会一直讲 这时候台湾的产业 才更有竞争力 那因为通常就是说 长期你在 这就回到 牵涉到政府的水价的问题 就是因为政府长期的水价 跟店价就偏低 所以这些产业事实上 它的外部利益太大了 所以它就不会去驱动它 因为政府的管制 水价店价上升 就不会去驱动它 去投资新的冒险的事业 所以它也尽量 不用去改变它的制程 也不用改变它的附加价值 产品的附加价值 然后就去继续享有 这样的利益 那这个在整个工业的 初期累积 甚至初期进到中期的累积 这是被允许的 因为为什么你要鼓励 产业的生根 但是到了你真的在 现在1990年代以后 面对全球化的竞争链 你用这一套旧思维就落后了 是 因为你可以看到非常多 我们所谓先进国家 其实老实讲 在台湾某一个程度也是先进国家 可是你看欧盟有很多国家 为什么他们的产业竞争力往前拉高 因为他们都知道要去改变这些耗水耗能污染 跟这个没有附加价值的 跟具有竞争 跟没有竞争力的产业 所以这一套产业模式跟发展模式 如果改变的话 你的耗水就自然会减少 所以就是说 那当然再回到刚刚的根本 因为水价太低了 工业用水 我们台湾的工业用水 是全世界主要工业国家 大概第二滴左右 所以你这个情况当然就是 回到刚刚讲的就是说 你没有去驱动它要去创新 要去投资新的冒险 所以也导致台湾的产业转型就落后了 那我们看到今天台湾最大困难 就是产业转型落后了十年 二十年没有 产业转型本来就没那么容易 但是你没有从一开始这样做 你现在其他国家已经最上来了 所以现在是台湾面对最大的难题 那我们再从开源的部分来看 如果各位还记得我刚刚一开始有讲说 台湾是在圣阴现象区域底下的国家 会缺水 然后我们也经过几次缺水 去年到2015年也一直缺水 到5月很紧张 是的 OK 所以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自己体认到这个现象 早就要去发开拓新的水源 是 好 那开拓新的水源 全世界有几个成功的国家的案例 很简单 各位想想看 以色列 哇 以色列是四周都是沙漠 是的 四周都是敌人 可是它创造出的水源 海水淡化 因为我去以色列过 我觉得是非常amazing OK 然后他们应用捐滴技术 还把水果销来台湾 是 所以你可以想象说 一个极度缺乏资源的国家 可以去创造一个新的东西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OK 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常常在讲说 因为这个事件是在当时五年前国光石化 有一个辩论 新加坡的玉朗岛发展这个石化业 为什么台湾我们的民众不允许发展石化业 我们都要环境不要经济 那很多支持国光石化案的很多支持者 包括很多智库的所谓的学者 他们都这样讲 那我们常常就讲说 那你告诉我们 为什么新加坡要做高石化的石化业 OK 第二个新加坡是用new water 这是什么 新水就是再生水 所以我们讲说台湾落后的地方是 我去年去宜兰的南洋博物馆 因为我经过好几次了都没进去 进去了买了一百块的门票进去 那后来馆员就说 先生我们还有一个水的展览 要不要进去看一下 然后我说有去 30块再加3 一进去第一个介绍就是新加坡的new water OK 就是recycle water 是 新加坡的玉朗岛自己创造自己新的水源 是 好 那我们台湾是落后到去年12月中 才通过再生水发展条例 就是台湾本身就要做水了嘛 你本来就是缺水国家 你不做再生水 第二件事情 海水淡化 我们台湾为什么不做海水淡化 那海水淡化当然有很多政治经济的因素 我想很多产业大户 其实行政院在十几年前就有规划海水淡化 但是一方面是成本高 一方面是很多大户反对 为什么 有两种 一种是海水淡化的水可能是硬水 OK 那一站海水淡化民众会要求是说 你们要去用这个水 可是对工业用水 他可能说比较没那么好用 OK 因为他不愿意改变他的设置嘛 OK 另外一种当然就是说 我要继续享有 低廉 你海水淡化你一定会开始水价上高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 我实在是最近比较没空 不然我真的要写一篇文章 呼吁Google跟脸书 为什么你们是全世界的企业 为什么只来摊我们台湾的 低廉的水价 你们应该来这边 做这个先例 发展海水淡化 或是recycle water 甚至店里面要有自己的电厂来发 你们是全世界的企业 你们每年赚了这么多全世界的钱 那个是无与税 来我们台湾做一个世界的模范 引领你在亚洲的这个整个社会企业的形象 所以我就说这两天就传出说 因为台湾缺水淡 所以又考虑又不考虑来台湾 对对对 我是觉得这个是没有太多的CSR的概念 那我们台湾其实总体要来反省这个事情 老师这就是关键的 因为我们常常在讲说 就是我们常常都问一个问题 叫做别人能 为什么我们做不到 老师我的问题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说台湾是个民主国家 然后特别这几年相当的重视所谓民意 然后也很强调公民参与 透过很多机制来保障人民的声音 可以进到政策里面 而不只是专家在庙堂里面的声音 好 那这些政治领袖也都是我们一票一票 把他们送进那个地方的 我还蛮好奇一件事情 那我们一直在讲能源的价格 不论水或电 可是这是没有政治人物敢碰的马蜂窝 其实多少都有 比如说我们之前我们校内有老师 是隔远 或是现行 未来是520之后都是隔远 其实大家都在谈这个问题 问题是说社会怎么系统性的去看这个事情 所以就是说这包含很多 是社会的认知 像就是像我以前不知道台湾会缺水 是要缺水了 以前不知道水这么珍贵 现在知道了 那当然这里要有很多的讨论跟社会的共识 社会的共识越强 那大家让这个政治决策者有更多的压力 然后各位可以看到我们也不是说产业界不好 我们产业界是很打拼嘛 对不对 为台湾的经济 为了整个自己的产业 大家一起来努力 可是我们看到像这个郑从华先生 台大店郑从华先生 是 创办人 我们的这个台积电的张周某先生 他们都公开讲了 台湾没有低的电价 甚至他们应该也会讲说 台湾没有低的水价的条件 是的 是就是说整个社会跟整个企业的这个觉醒很重要 那主持人刚刚问到的是政府部门的决策 那就是政府部门其实在这几年 我们这样讲好了 就是说在还没有这个太多网络的时代到现在来讲 我们的政府部门决策都比较是平庸主义 平庸主义 所谓平庸主义就是说符合社会的想法 问题是社会的想法应该是你来引领它 往前走 全世界都这样走 你不往这样走你就落后了 就像我刚刚讲 最后结构性问题就是自己受害 然后你的 你这个低廉的水价造成产业没有竞争力 造成劳动的低薪 造成对全世界现在追上的过程 这结构性的问题 你政府的精英 决策者应该要看到这个趋势 OK 那我们讲就是决心 OK 那我们很多政府部门的同仁进去了 那为什么 我们说是不是决心不够 还是被整个系统撕掉了 或是甚至是说 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任何的产业利益或是拉比 游说进去 很多事情就被不见了 最近常常流行被不见 被失踪 所以我是说 这些东西就是代表台湾必须要再翻转 我们讲如果台湾要继续翻转 要转型 我们自己在民间 我们就要了解 这个东西就是需要一起来支持 那政府当然是说 常常新闻界朋友就问我说 那上次为什么油电双掌的时候 这个贵中心的调查 就是民众很支持油电双掌 可是为什么一到那个的时候 就好像很多民众反对 那我觉得这里边有很多细部的问题 比如说你耗水没有到一定程度的加户 你就不要占他水 因为这里有所谓能源争议的问题 是的 我的能源包括用电跟用水争议的问题 我是一个一般的家庭 我的是属于节约型的家庭 然后我用水没那么多 你就不要占我 然后是说到哪一个集聚 到哪一个集聚你就开始占 这符合能源争议的概念 我觉得这里边有很多细部要设置 要检讨的地方 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说 产业的这个产业在耗水量上面 一定要做调查 因为你要告诉产业 当产业有这个概念 唯有这样你才也会往前进 那我想除了再生水条例 去年中 12月中通过 然后最近耗水费也通过了 5月6号才通过 水利法修正案才通过耗水费 我们有一千户 我们有一千户的用水大户 超过台湾全台湾 86%的自来水用水量 那我们这边的统计 我们的石化业 从2004开始到现在 用水量都是 产业用水量都是最高的 都是最高的 那就是说我们要整个搭配来看 台湾现在是整个耗水 要跟产业的排碳 稍微拉大一点 产业的排碳 跟产业的耗电耗能一起看 就是我们的整个产业链 必须要走向一个新的模式 必须要转型 所以这时候台湾才更有竞争力 老师您刚刚提到一个问题 是谈到说 台大的教授有许多 当他在学研界的时候 他发表相当多的言论 以及研究 都是在呼吁结构性的转型 以及公民觉醒 然后当他 但是也很常台大的教授 会铸隔成为了 这个就行政首长 或者是官员 他过去的坚持 有时候当他在那个位置上面的时候 不一定如此 老师您刚刚 您在您长时间的观察 研究 还有实际跟这些 其实大家都是同事 都是您的同事 的互动里面 您觉得台湾是 这个问题是出于系统把它吃掉了 还是人不太对 我觉得就是整个系统的问题 那我们常常在想说 奇怪 韩国也是这样的民主化的模式 跟台湾一样 韩国是1980年代末 开始民主化 是的 也经过很多的抗争 也经过很多的对峙 然后慢慢现在 他们也在走向第三坡民主化 韩国这为什么可以跑这么快 是的 一个是领导人 领导人有勇气坚持 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当然我刚刚讲要细致 上次有电双涨会引起民怨是 操作方式不够细致 然后还没操作 一开始就电 物价就上涨了 包括我刚刚讲的 这个能源正义的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是说 在整个系统性的问题 必须变革的时候 有几个面向 第一个领导人要有决心 第二个政府的思维 尤其我们非常多政府的官员 非常辛苦的中间官员 脑袋一定也要换 那当然我们大学教授脑袋也要换 社会脑袋也要换 产业脑袋也要换 因为你现在要迎向 一个全球化竞争的时代 那全球化竞争不是叫你 无止无尽去耗掉资源 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台湾 即使环境的破坏 已经算严重了 这十年来都 这十几年来 二十年来都慢慢在修补 可是还是看到 齐柏林的东西 大家还是看到很多 满目窗里的事 所以我们现在 放在全球化的视野里边 全球比较进步的国家 我们刚好我们中心 去年做过了一个研究 就是OECD在2013年释出一个文件 叫做环境严格度的国家 是的 统计出来环境管制越严格的国家 它的全球竞争力都是越强的 那我们刚好是落在那种 环境管制中后段的国家 那我们竞争力又不够强 所以就是说我们自己要有信心 当然环境管制也有一定 就像我刚刚讲 你要提高水费电费 第一个要考虑到能源争议的问题 这个维持急剧 不一样急剧的民众 他是节水的 或是他只是稍微一点点 你上涨的水位不要太高 OK 第二个就是说 你要考虑你的产业用水 产业端要改变用水 也要让产业来思考说 自己是不是也要去发展水 或再生水 我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我去年五月下去中刚演讲 中刚 他们的公关部门的主任 就跟我讲一件事情 他说1989年赫洛林台风 进来的时候 他们吓一跳 因为你知道 中刚的高炉需要冷却水 是的 水进不来 因为断了 台风断了 怎么办 会爆炸 会爆炸 可怕 对很可怕 所以他们那次就下定了决心 做再生水 OK 所以如果现在各位去看 所有的台湾大的产业用户 我们刚刚不是讲说 一千大的产业用户耗水 中刚是磨含生 因为它很早就发展再生水 可以讲 1989年到现在已经27年了 对不对 很久了 对 如果台湾从1990年代出 大家产业政府 跟社会都有再生水的概念 其实今天台湾的竞争态势 思维 前瞻 创新 产业转型 其实都是 不会是问题 今天问题 我们回归来 就是整个系统性辞质 所以我常常讲说 政府的治理 怠惰 产业的转型怠惰 老实讲 社会的转型 也怠惰 当然就是说 我们媒体跟学界 也都怠惰 就是说 整个社会的系统怠惰 造成今天我们看到 自己的困境 这困境其实是有解套的方法 你看到我们刚刚举新加坡 我们举以色列 我们举很多欧洲的国家 人家就是在这个状况底下 发展出来的 我们台湾没有理由告诉大家说 我们不能 是不是 我们台湾曾经是亚洲四小龙之能 所以说 在这个发展架构上 我是觉得是说 我们绝对有信心 我们绝对有那个路径 可以往这边走 老师我最后一个问题是这样子 普遍公认就是 全球化的时代之下 国家的角色常常会不见 因为 许多事情 就是在地球村的时代 许多时候 大家在看的是一个 全世界互通的 这样子的一个实质的现况 包含经济也是 交通也是 生活文化 都是这样子 这个是一个层面 国家的角色不见 这是一个在全球化时代下 各国的挑战 第二个层面 我们回到台湾来看 有许多学研界里面的专家 谈到说 其实台湾现况 最大造成 没有共识前进 造成分歧的 就是国家认同的问题 老师这就是 我现在想要请教您的 我们普遍都同意 转型是需要 所有部门的努力 不会说 全部都是政府的责任 当然政府是 现代社会的火车桶 他绝对是领头羊 可是不会只有政府的责任 包含人民的 社会中的产业界 公民团体 各个部门 那既然是集体的责任 可是大家 最大公约数 最大的那个共识 国家的角色在视为 甚至对他的认同是分歧的 您觉得台湾 如果我们很宏观来讲 那我们应该凝聚在 一个什么样的认同上面 才能够共同的 往所谓的同一方向去前进 统独的问题 或是国家认同的问题 我就不要置评 从全球化的角度 其实气候变迁 能源 灾难 空气污染 水资源短缺 食品安全 这些全部都是 一般人民的最基本需求 这是民需 基本需求 它不涉及任何的统独 是 也不涉及任何的国家认同 一个国家要把这些建设 而且这些问题 除了超越国家内部的政治纷争 它也超越了国际的 各国的政治纷争 OK 当灾难来的时候 当水资源短缺 当空污跨境过来的时候 任何国家都要互相合作来解决 谁管理是支持什么样的政治认同 因为这是最基本的 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 从全球化的角度 台湾人要有一个视野 就是那个视野就是说 我们在台湾生活的人 要创造出我们新的世代 我们要开始面对 现在全球化所面对的气候 巨变 还有能源的短缺的问题 是 怎么创造新的能源 灾难 我们也是属于灾难频繁的国家 是的 空气污染现在很严重 食品安全也出了问题 是 还有疫病传染也是跨界的 是 我们怎么面对这些东西 产生新的这个政府的治理 跟社会的治理 那我们台湾现在在全球 跟在亚洲有一个非常可以珍惜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社会参与 如果你真的认真想起来 在亚洲公民参与 有两个很强劲的国家 一个就是南韩 一个就是台湾 这是很难得的经验 那当然过去几年 大家会看到好像很纷乱 但事实上如果我们适度 把这个经验做一个调控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重要的 我们在亚洲的经验 让很多亚洲国家一起来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这些 气候边迁啊 能源啊 水资源啊 空污啊 食安问题 这些都是跟民众息息相关 而且这些都是民众需要一起来参与 节能啊 对不对 减少食物浪费啊 减少用水 减少用电啊 发展更有能源效率的智慧屋啊 创新的智慧电网 我要自己发电 我家也要发电啊 面对气候灾变 这每一个民众都要一起进来 当这些公民参与 社会参与越强的国家 它的进步性如果好好的调整 它会是一个模范 是 那我认为台湾要在下一波 我们上一波是亚洲施小龙之手 是 我们下一波要在亚洲扮演这样的一个 我们称为所谓的风险治理的一个龙头 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台湾应该下一步要做的事情 不过老师您刚刚谈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那个数据 有时候我们都说让数据说话吧 那个数据就是谈到说 国际有一份报告 这个不是台湾人自己关起门来说 国际有一份报告 环境管制越严格 在台湾目前的主流思维里面 环境管制越严格好像就会抵触到经济 没想到在国际的报告里面 环境管制越严格的那些国家 它在国际间的竞争力 其实是相对也越前面的 那这个其实是很关键的一个报告 对 不过这个我们今天整个探讨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都很期待能够是来试着 让这些事情可以落实 我讲最后一个点 我们都好像在这边要呼吁说 我们民众没有治理 典判没有转 其实我们从很多调查 我每次大概都会提这个调查 我们2012跟我们2015的12月11月 我们做了这个气候变迁感染调查 里边有很多牵涉水的问题 气候的问题 能源的问题 其实我们民众其实已经走在很前面 我们民众其实整个社会的认知跟价值 已经在进行非常关键性的转移 点范转移 就是说民众认为要永续 要发展创新的产业 然后要节能 然后他们愿意付比较多的能源税 甚至水费 甚至电费来支撑塞生能源 台湾其实已经在典范转移了 所以到回来来 我想说我们的政府部门要加油 OK 就是到过来讲 政府部门要有决心 因为政府部门不要遇到一些声音 那一些声音可能是刻意被放大的 那传播学界有一个叫沉默的螺旋 好我们沉默的螺旋的大众 从我们长期的调查来看 大家都是支持点范转移 社会价值已经在转移 所以政府部门 希望今天的录音 我们政府官员可以听到 要有信心要有决心 这个往下推对台湾是好事 是 那我其实觉得是这个 都是大家一起来努力的 OECD发生的事情 是人家先进国家的经验 我们是有机会赶回去的 今天周桂田教授在节目中 一番语众心长的话 其实我觉得听到最有价值的一句话 就是谈到说 政府部门 你不用担心 你做转型就没选票了 因为社会的价值 也已经有开始在转型了 要有一点信心和决心 对 今天很感谢台大国发所的教授 他同时也是台大社科院 风险社会与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 周桂田的教授 在会科室接受我们的转访 谢谢老师 谢谢各位 谢谢 再见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